加拿大政府註冊員 大家好,又是我是Li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員 今天和大家探討一下 接受醫療保險 很多客人都諮詢 我年輕之後 我的保險怎樣 聽說加拿大是免費醫療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Ottawa是 加拿大行業幫者 Ottawa負責國防部外交 教育和醫療 就是省政府負責 似乎是Land去哪裏 一開始的時候 我提議 如果是以下這幾個省 你住的地方 你就要安排一個三個月的私人保險 因為這三個省 Land了三個月才可以入到當地的免費醫療 哪幾個省呢 就是British Columbia 雲哥華 Ontario 就是多人多的省 Alberta Manitoba Saskatchewan 這幾個省呢 大家要去買私人保險 三個月而已 第四個月可以入到當地的醫療 而Atlantic provinces 大家都聽過 就是這四個省 New Brunswick Nova Scotia Newfoundland 如果你去這四個省的時候 第一次 你就可以立即進去 一天 你就可以進去當地的醫療保險 那這樣 好了 你問了 醫療保險呢 那包含什麼呢 那 加拿大呢 就行Primary Care的家庭醫生制 我們有些什麼病痛呢 首先去見家庭醫生先的 家庭醫生做了一些診斷呢 他就再去轉介 referl去一些專科醫院的那樣 那 那你就問了 哎 藥包含不包含的 那去個省又不同的 現在BC省呢 在這裏 在這裏 在研究呢 是那個保險呢 包含的藥 但是So hot 是包含的 那 那你就問了 哎 有些什麼的 會等呢 會不會很久的 那有可能會很久的 那我覺得呢 有些方法呢 譬如有些 client 他不想等的話呢 有兩個方法的 第一呢 就是駕車去美國做個 Diagnostic 拿了一個 Diagnostic report 拿了一個診斷報告 從家庭醫生說 家庭醫生呢 就很快地轉介 專科的診所要了解 第二方法呢 我們有些 client 都是想回到香港做一個診斷報告先的 診斷了之後呢 他就有一個家庭醫生 所以就 就 提供第四個專科 那就是 In summary 呢 加拿大的醫療呢 是無費的 但是 他是個 Equity System 就是經過1985年 Pass了個 Health Care Equity Act 之後呢 就是說 每個加拿大人呢 每年來膚色收入 家庭醫療 所有的 Health Care都是一樣的 那 變成了 Diagnostic的時間 可能會長一點 或者是 有些病痛的 可能是打了三個月 Test X-ray 然後另外三個呢 又是做其他 Blood Test 那為了去 快點進去 做治療的話呢 你都考慮考慮 其他地方去 香港做Diagnostic先的 這樣吧 有些什麼問題呢 請他PM我 那我都會很簡單的 好了 今天先講完再多 好 拜拜 拜拜